他就是杨靖宇将军麾下的战将 任宋雅浩草上飞 他曾发誓宁愿在战场上被打死 也绝不做亡国奴 他就是抗日名将苏建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敌人的援兵赶到 部队被迫撤离 当晚 在辅松县陆水河镇四道拉子河突围战中 苏建飞带伤上阵 引起旧伤复发 在游击队修正时 突然被辅松县委公安大队包围 在战斗中 苏建飞身中数代 壮烈牺牲 年仅二十八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